好啦 各位 這邊就是全綠島 全綠島最有名最漂亮的景點 最美人景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像是一個美女 仰臥躺著 躺下來 很像一個美女躺下來的樣子 然後看出去就是一望無際的大海這樣子 這邊就是全綠島 全綠島最美最美最有名的國際景點 睡眠人景點 這邊都是山 然後我們在一個相對的自大點看下去 非常非常的漂亮喔 然後我帶大家去看另外一個角度 看另外一個角度也是很漂亮 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叫做小長城的地方 走過去可以看到海 不曉得要不要走 不曉得要不要走 我跟我老婆都不太想要走的感覺 然後這邊就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真的很漂亮喔 然後我老婆提議要走這個小長城 然後我就大家就走這個小長城囉 好啊現在是這個小長城 我們現在走這個小長城 這個小長城我十多年前第一次來綠島的時候就有了 這個小長城 這邊看睡眠人也是一個另外一個角度看睡眠人 也是很漂亮喔 這個真的要親眼所見才好看哪 光是 光是我這樣子用攝影裝備有沒有 用手機這樣拍有沒有 其實是不能完全呈現這裡的美 給大家知道 我還是建議大家來一趟 這個就是美女的人頭 這裡是脖子 然後這是她的胸部 就很像一個美女有沒有 這樣躺下來 還是要親自來看一趟才會 才會 才可以知道她的美 光是看影片還不夠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走這個小長城 可是感覺小長城那邊 上面是 黑烏雲一片 感覺好像下雨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不要走了 可是她硬要走 而且這地板都濕了 老實說她剛剛有下過雨了 哇這裡就是海 現在在走這個小長城 有沒有看到外面都是海 小長城 要走大概一半了 然後還剩一半 繼續走 然後地板很濕很滑 要小心 因為有下過雨 距離目標還剩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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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下去的 睡眠的也是很漂亮 然後這邊看下去的 我把拉長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現在是到最長了 然後整一下角度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轉一圈給大家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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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角度看到睡眠的很漂亮喔 這角度的睡眠的很漂亮 哇這邊的海也是很漂亮 最上面就是那個小長城了 我們現在大概還剩三分之一的路程 然後這邊 這邊的角度的睡眠的也是很好看 反正這裡就是全綠島最有名的啦 任何角度去看它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建議大家可以來一趟 看看這裡的美景 光是用影片的方式 是沒辦法呈現出這裡的美 給大家知道的 還是建議大家自己來一趟 會比較好 自己大家自由行來一趟 來這邊走來這邊看 百聞不如一見 真的很棒 很好 我們繼續往前走 因為我們這個小長城 大概還剩三分之一的路程 就可以到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這個因為有下過雨 地板很私人滑 要小心 然後我又穿著那種 拖鞋有沒有 它指滑效果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就 走路會滑 剛剛差點 有稍微小滑了一下 是沒有不該啦 但是有稍微小滑了一下 所以現在 每一步都走得戰戰兢兢的 嘿 已經有聽到有人在上面了 這樣看下去也是很不錯 這個如果 背空拍機來的話 拍會更漂亮啦 可是我還沒有買碰拍機啊 這個草原看下去真的很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風景真的是很棒 如果有碰拍機的話會更好 可以用 可以用 上帝的視野 去欣賞這個美景 去欣賞這個美景 用上帝的視角去欣賞這個美景 如果有空拍機的話 只是我空拍機還沒有買啊 不然這很可惜啊 不然這很可惜啊 難得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海 哇 哇 哇 這裡有一個大巡賴耶 這裡也是很漂亮耶 真的建議大家自己要來自由行一趟會比較好喔 真的建議大家自己要來自由行一趟會比較好喔 前面那塊延遲了 有沒有探險將去那邊喔 好 這裡是在平址 那邊有很多大化阿 這裡有最大的視野 那邊可以收拾一下 這邊很吉利 點燃 場地 來 我們現在在這個 這個 背光 我們現在在這個小長城上面 最高點 至高點去欣賞這個 綠島 全綠島最漂亮的 睡眠人風景區 其實剛剛要走上來的時候 就已經拍過很多睡眠人 的影片給大家看 可是為什麼要一直不斷 重複在上 拍睡眠人給大家看 就是因為它這裡的風景實在是太漂亮了 太漂亮讓人到美到 就 趕快拿手機出來拍的話 有沒有 會失去這個 美麗的那個風景 所以會一直拍很多 你看看到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底下的這個 海水是藍色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拍得很清楚 這個海水是藍色的 真的很漂亮 這個海水是藍色的 這底下那邊的海水是藍色的 這邊都是懸崖喔 這邊都是懸崖很危險 所以一定要遵守這裏的規定喔 所以一定要遵守這裏的規定喔 是 最後一刻怎麼會 蛤 最後一刻怎麼會 蛤 大海 要跟你這支嗎 真的很漂亮喔 真的請大家自己要來一趟 我看我拍的影片有沒有 只是如何體驗從這裡的美景點 因為這裡 我看過去就是一萬五季的太平洋啊 哇,沒有近我的太平洋啊,而且非常非常的清楚 台灣最靠近美國的地方啊 太平洋啊,就是綠島這裡 好啦,現在在這個小長城的上面 小長城上面做一個所謂自拍的錄像 然後剛剛跟我老婆合照這個水美人 然後我也來跟睡美人 一起合照一下好了 這樣還蠻清楚的 睡美人有照到 這裡就是睡美人啊 然後很推薦大家一定要來一次喔 來一次綠島的自由行,來這個睡美人這個景點來看一次 因為你如果不現場來看一次的話 我光是用拍影片的,你沒有辦法去看到這裡的美景啊 對啊,去看到這裡的美景,因為這裡的美景真的很漂亮 啊,我強烈的建議大家要來 自己親身來的 這個綠島來這邊 自己來看一次水美人 然後看這些海 看這些海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萬五季的海啊 大海 就這樣就好 這一萬五季的大海 很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來一趟 是很漂亮的 然後 這個 應該也差不多了啦 應該也拍了很多畫面給大家看了 應該也差不多了 好,等等我們接下來要逛下一個景點啦 然後記得喔,還沒有訂閱我平常很趕快訂閱喔 就先這樣喔,掰掰 我們現在在這個 這邊,前面這邊有沒有 前面這邊就是我剛剛 剛剛的那個 至高點看睡美人的地方 就是小層層那裡 那這邊呢 就是睡美人的身體跟他的臉 然後上面他有一個枕頭 睡美人的這個身體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把它拉長一點 大家有沒有看清楚一點 睡美人的身體 這邊看 這邊看下去有沒有 可以看到他的下巴跟嘴巴 還有鼻子耶 前面是他 上面是他的枕頭 不曉得有沒有人去那邊探險過了 有沒有探險家居在那邊探險過 應該是家間有啦 搞不好裡面有很多那個什麼 珍奇的那個 海底寶物一樣 也說不定 下面就是那個睡美人的身體喔 這邊看下去的話 可以看到睡美人的下巴跟鼻子 然後他的身體就是他的胸部 然後這邊是 往山下 山下的下坡的路 這樣順著走下去 真的騎下去 然後現在這邊開始慢慢要下雨了 所以我們要 加緊腳步趕快離開這裡 然後繼續完成我們的 環綠島的景點的行程 好 掰掰 坐在一起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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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